你知道什么是风暴蜡烛吗 就是那种不会被轻易吹灭 且不怕水的蜡烛 那这种蜡烛在特殊情况下拿来应急 可实在是太酷了 可具体怎么制作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需要准备美屑 火石粉 普通蜡烛 蜡烛心 第一步取适量的蜡烛融化 我直接制死量做个大的 哎 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 想到时候把很多蜡烛融化 就为做一个大蜡烛 蜡烛完全融化后 把美屑加进去 火石粉也加进去 把蜡烛心放进融化的蜡烛里面 滚一下 然后给它也沾上一些 美屑跟火石粉 最后咱们选一个容器 把这个融化的蜡烛倒进去 这个美屑一定要给它刮进去啊 不然的话就没有作用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等这个蜡烛完全凝固就可以了 我用这个镊子 把蜡烛心给固定在中间了 这样凝固之后看起来美观一些 经过一下午的凝固 我觉得咱们这个风暴蜡烛 应该没有问题了 只不过这凹陷去了 这个蜡烛其实上面沾满了美屑跟火石粉 看样子这个脱膜有点费劲呢 咱就不脱膜了啊 接下来咱就把它点燃 看一下什么效果 能否做到防风又防水 不用这种打火机 我估计很难点燃啊 看一下这个火苗 找的很大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吹一口气试 哦 哎呀还真的很难吹灭 我靠 灭了 它还能自燃吗 能自己找起来吗 看样子是没办法了 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啊 我吹那么大风它才灭 这肯定是有一定的防风效果的 再次给它点燃测试一下它的防水效果 好我们准备了一瓶矿泉水啊 三二一 先少拉一点 没倒上 咦 哇 好激烈的反应 哦 灭了 不行啊 没有防水效果呀 这个防水做的很失败啊 我看别人有成功的呀 可能我这个煤气沾的不是很均匀 这个蜡烛做的太大了 那咱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蜡烛来用吧 这么大一个蜡烛 我觉得我能玩好久 也算变相实现一下儿童的梦想吧 谢谢大家